這個剛剛圖已經出來了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呢 你看我們focus蓋打開之後呢 您進到這邊 因為我現在解析度比較低 螢幕解析度比較低 所以它選項來跑到下面來 您可以看到它左手邊是不是有很多的 所謂的 我們講的模板就是半分 那你就可以挑看看哪一個你喜歡的 哪一個你喜歡的點下去就給它用看看 那當然 你在 如果您是像這樣用的是 就是有檢體板 那內容有些部分像它就是會有一些檢體字 那您可以直接修正就好 那focus蓋其實跟press是一樣 就是那些素材其實都來自雲端上 只是它軟體變成說你在本機裝完的 那你就不用說我在上網之後去產生 多的那些所謂的下展的那些量 那 您進來之後呢 先不要急 不要急著 就開始編輯 為什麼 因為 這樣 你也搞不清楚這個動畫是長什麼樣子對不對 簡報是長什麼樣子 你只看到第一張 所以您先從上面這裡有一個預覽 那如果您要預覽完整就 按三角形這邊 它就整個 簡報 一起來看 那使用上呢 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其實是一整張的圖 對不對 那您可以自行 決定說我大概怎麼樣去使用它 好 那它本身呢其實也提供了這個畫筆的功能 有沒有跟powerful一樣 對 place就沒有這個東西 它就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您可以自己選擇 比如說 我要指個箭頭啦 那你這裡有粗細 你可以自己先調整 那 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它這些筆記一樣可以留著 一樣可以留著 好 所以 除非說您把它刪除所有的這個筆記 不然的話 這個是可以留著 而且還可以怎麼樣 還原 好 可以 這個 修復 OK 好 那我就先離開它 所以您知道了 我這個範本長的樣子之後 它一樣會有類似我們講的導覽動作 會 告訴你說 啊 你這個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做 那 這個部分呢 您就可以稍微先試看看 如果這個不要了 您可以重新再告訴他 你可以再做一個新的 有沒有 再做一個新的 因為 Focus Guide呢 可以同時開好幾個 所以 你可能 這個 不喜歡 但是你暫時要先參考一下 你可以先等一下 你再去找找 你喜歡的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好像不用我來嘛 因為其實這個還蠻快的 但是就是它有一些小技巧 等一下我們會跟老師分享一下 那首先 不管你用哪一個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裡 好了 假設我用這一個 你也預覽過了 我知道說 這個動畫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第一個動作 當然就要改成自己的標題囉 對不對 好 點進來之後 你們看一下 這個 如果你用簡體的 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它可能本身就有這個簡體的內容 但是 你要打個中文字 翻體中文的 你把它點進去 你看到嗎 這個地方 這樣還看得到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般的 假設你是 英文版的 一進去 那它會告訴你 很抱歉 你不能打中文字 跟Price也是相同的方法 那怎麼辦呢 它的字體解決方式 比Price簡單 因為呢 您可以從這邊去選 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我們自己電腦裡面的 這是我們自己電腦裡面的字型 您可以自己選擇 您要用哪一種字型 我看一下 我們這裡 好 假設我要微軟的正黑體 那麼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字型就砍入到 我們這個簡報裡面去 所以你只要做 第一次會稍微這樣等待一下 但是呢 這個字型會隨著你的簡報帶著走 所以您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拿到另外一台電腦 糟糕沒有這個字型 怎麼辦 當然不可否認 這樣你的簡報檔案會大一點 所以說您 字型的那個數量 使用的數量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這個也愛那個也愛那個也愛 這樣你會帶不走 會真的會變比較大一點 所以您只要通過這個部分之後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 你到別的地方 都可以直接使用你剛剛指定的字型 那您最近使用過的 它會幫您列在最上面那邊 所以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是 待會呢 您第一個 選好你喜歡的範圍之後 第一個會遇到的 所謂的字型的問題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您哦 給您試一下 乾杯 乾杯 谢谢观看